杨子 新出道的杨子一直备受关注 他的演技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认可 成功巩固了自己的顶尖地位 在这个颜值和流量位先的娱乐圈 杨子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演员应该用作品为自己说话 而不是靠颜值和流量 杨子的成功故事还包含着对性别平等的积极讨论 他不仅是娱乐圈的杰出女演员 更是倡导女性独立 坚持追求梦想的典范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 女性也可以在专业领域取得重大成就 他的成功激励了许多年轻女性追求自己的职业梦想 杨子的社交媒体活动不容忽视 他通过微博等平台与粉丝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经历 展现出平易近人的一面 他与粉丝建立了密切的互动关系 使他在娱乐圈拥有强大的粉丝基础和影响力 在娱乐圈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杨子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出色的表现站稳了脚跟 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对职业的奉献精神 为他赢得了业内人士的尊重 使他成为最受尊敬的演员之一 不仅如此 杨子还在一些重要的文化活动和慈善活动中担任形象大使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参与慈善不仅是一种责任 更是他对社会的回馈和关怀 总体而言 杨子凭借在演艺事业中的出色表现 积极参与社会责任和公益事业 以及在时尚领域的领先地位 展现了全面、独特、有深度的明星形象 他的专业成就和个人魅力 使他在中国演艺界具有独特的影响力 为年轻一代树立了积极的榜样 未来 人们期待看到杨子继续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 为中国娱乐文化的繁荣做出更多贡献 杨子的成功绝非偶然 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成功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 不仅如此 他的表演也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尤其是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长相思》中 他的表现备受关注 观众对他的表演赞不绝口 相信他成功地将角色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作为一名演员 杨子始终坚持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他不断挑战自我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作品 这种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 不仅让他获得了更多的表演经验 也让他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更加丰富 更加立体 杨子的走红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通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 他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他的成功告诉我们 作为一名演员 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演技和实力 只有让自己的作品为自己说话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赢得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我们期待更多的演员 像杨子一样 用自己的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看到更多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演员在舞台上闪耀 杨子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一个演员的价值和意义 他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和迷人的气质 而且还拥有扎实的演技和勇于挑战自我的勇气 这种敢于追求梦想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和学习 让我们期待杨子未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 杨子日常照曝光 鸡毛丸子头引发热议 新居住事业更上一层楼 杨子在微博上分享了自己的日常照片 引发了粉丝的热情 照片中杨子的状态特别好 他甜美的果冻妆 融合舒适的服装 让他看起来非常美丽和聪明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胯毛 呈现出一种凌乱的美感 让人感叹美人养人 杨子一直是中国影视界高知名度的演员 他的演技和颜值一直都受到认可 然而 今年的古装剧《长相思》 却让他的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 通过这部剧 杨子不仅巩固了自己在一线明星中的地位 也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和观众口碑 《长相思》确实对杨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节目播出后 杨子的代言数量大幅增加 甚至包括顶级奢侈品牌 各种高级礼服也纷纷来到他家门口 这让杨子在时尚圈的地位不断上升 可以预见 随着《长相思》第二季的播出 杨子的事业将会更上一层楼 在这部剧中 杨子饰演的角色深入人心 他的演技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不少观众表示 杨子在剧中的表演非常好 将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再次证明演员还是要让作品自己说话 只有扎实的演技和优秀的作品 才能在娱乐圈长久立足 随着《长相思》的走红 杨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他甜美的形象和时尚感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关注 而鸡丸子的时尚造型让他成为了年轻女性的时尚代表 不少粉丝表示 杨子的每一个造型都引人注目 引领着时尚潮流 除了演艺事业上的成功 杨子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人 他热心公益事业 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的努力和奉献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杨子是中国当代知名女演员 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多才多艺的才华而备受关注 他不仅在影视剧中表现出色 在综艺节目中也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杨子对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 用实力说话 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认可 成为娱乐圈一颗耀眼的明星 杨子的演艺生涯始于童年 他在电视剧《家有儿女》中的表现引起了观众的关注 随后 他在多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深情多变的人物角色 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他对角色的细腻把握和情感的真挚表达为他赢得了业界的好评 不仅如此 杨子还积极参加综艺节目 通过真实幽默的表演展现出自己阳光活泼的一面 他的综艺形象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个性 使他在娱乐圈中独一无二 杨子注重作品本身 他用实力说话 用专业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角色 他在塑造角色时注重细节 力求将每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种严谨的态度赢得了导演和制片人的信任 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表演机会 作为青年演员 杨子的事业发展迅速 他的表演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他的耀眼光芒不仅来自于作品的成功 更来自于他对演艺事业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 未来 相信杨子会继续用更多优秀的作品征服观众 为自己的演艺事业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杨子的成功不仅仅局限于演艺领域 他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关注社会问题 倡导正能量 他的公益行动得到了社会的好评 展现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 杨子在娱乐圈的崛起也是他努力的结果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 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能歌善舞 他的全面发展展现了他在艺术上的多才多艺 使他在业界脱颖而出 除了事业上的成功 杨子的个人形象也未受关注 他的时尚嗅觉和出众的外貌 让他成为时尚界的宠儿 多次登上时尚杂志封面 他独特的风格和大胆的尝试 引起了时尚圈的轰动 并成为我是很多粉丝模仿的对象 杨子以真实 坚韧的性格和专业的态度一步步 赢得了观众的心 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他个人努力的回报 也是当代中国年轻女演员的典范 他在追求梦想中表现出的坚持和拼搏精神 激励着更多年轻人勇敢追求梦想 总的来说 杨子对自己的作品很自豪 用实力说话 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公益 时尚领域也有着出色的表现 他的耀眼光芒不仅照亮了自己的道路 也照亮了更多追梦人的前进之路 通过《长相思》这部剧 杨子不仅提升了自己的演技和人气 也巩固了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 他甜美的形象和时尚感 也成为了年轻女性的代表 随着新剧的热播和事业的不断发展 期待杨子未来继续给我们 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惊喜 肖战加盟《尖叫之夜》成为热门话题 与王一博同台 绝对会成为热门话题 今年爱奇艺的《尖叫之夜》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2023年《尖叫之夜》是一场备受期待的娱乐盛宴 现场气氛热烈精彩 灯光璀璨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 舞台上 众多明星纷纷亮相 奉献了精彩的表演 观众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偶像身着时尚服饰 唱着最新歌曲 现场气氛热闹 尖叫声不断 但也有一个小缺憾 据说肖战因为工作安排而无法参加尖叫之夜 这对于肖战和王一博的CP粉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一名CP粉被抓 举着激流灯牌来到现场给CP喝头 他后来说 我们在家里这样称呼姐妹不好吗 叫百香果 哈哈 哈哈 不过问题不大 最重要的是粉丝们的深思熟虑 如果肖战这次能够来到现场 他和王一博江历史性的同台 这个话题绝对会爆炸 但现在肖战正在转型为实力派演员 今年的电影《梦中的海》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个有实力的演员 但在接下来的作品中 他也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让这条路走得稳 要知道 电影《陈情令》让他名满大江南北 他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 甚至还有妈妈粉 不过 他是非出名 所以这也不是空穴来风 277事件直接让刚刚登上顶峰的肖战跌入谷底 作品被恶意低分 参加的综艺镜头被剧组剪掉 黑粉再往上曝光 点 整个晚上 人气爆棚 一夜之间跌入谷底 他经历了人生的所有坎坷 一年后 他重返舞台 迎接自己的红灯 或许正是因为经历了风雨 他才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立场 他已经从一个偶像变成了一个实力演员 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着实 今年他的三部剧都上映了 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这似乎是他今年之前 努力的疯狂回报 其中梦中的海更是不可思议 梦中的海播出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该剧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手法 以及青春怀旧的元素吸引了大批观众 同时 该剧也获得了多家主流媒体的好评 根据猫眼热度数据 该剧在播出期间一直保持网络热度最高 体现了其网络热度 光明网评价该剧是一部台湾 网络 口碑三大爆款的古装剧 认为它以雄变的方式展现了古装剧的新方式 虽然是下午播出 但收视率却非常高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梦中的大海 自播出以来热度持续上升 连续多日位居全网 实时热度榜榜首 热度连续多日破万 此外 该剧在央视的播出数据也非常可观 央视八播期间 实时直播关注度峰值达到0.52 酷云直播关注度峰值达到0.61 酷云直播关注度峰值达到0.61 全端人气达到1.04 的故事片播放市场份额接近20% 王一博今年除了宣传自己的三部电影之外 很少出现在观众面前 因此甚至有人认为王一博会被其他新人超越 然而尖叫之夜的数据直接推翻了这个想法 尖叫之夜的关键词云中 王一博三个字实在是太大了 他在屏幕中间亮起 这绝对是遥遥领先的 有网友一直期待肖战和王一博再次同台 目前两人都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兴趣吧